近日美媒就中国从菲律宾方面取回长征五号币整流罩残骸一事频繁炒作 对此中国航天技术专家和军事专家25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中国长征五号币的残骸归中国所有中国取回合情合理 美联社24日报道称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 已向中国发送一份普通照会 要求中国就近日在南海拦截火箭碎片事件做出解释 飞海军中将卡洛斯日前透露 飞海军20日用橡皮艇把一个不明漂浮物拖到帕加萨岛时遭中国海警船阻挡 卡洛斯说中国海警强行夺走了这件漂浮物 中国外交部之后证实漂浮物是中国最近发射的一个火箭整流罩的碎片 但中国否认抢夺 称飞海军与中国海警友好协商后将拖拽的物体移交给了中国海警 中国航天技术专家黄志诚25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一般来说火箭残骸为发射国家航天机构所有 比如说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就有法律规定 NASA发射的火箭残骸就归NASA所有 基于此按照一般原则 中国长征五号币的残骸应该归中国所有 菲律宾里应归还 军事专家宋终平25日对《环球时报》表示 此次长征五号币的整流罩落在南沙群岛附近的海域 这是中国历史性水域 中国打捞中国的太空资产合理合法 不存在所谓的违反国际法 宋终平进一步解释称 按照外空条约 航天器返回到地球有可能会落入到有人区和国际水域 因此要求航天器所在国必须对返回物实施有效的管控 中国恰恰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来回收火箭残骸 宋终平说 事实上微妙的不是被中国拿回的整流罩 而是中非关系正处在比较微妙的阶段 美国等域外国家不断炒作 把本身极其正常的一件事情说成是抢夺 这是别有用心的炒作中国威胁论